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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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还是牺牲了自己 最后在美国队长的建议下 卡罗尔继承了马维尔的一波 新的惊奇队长诞生 惊奇队长卡罗尔的能力 包括超人的力量 耐力 有限的预知 第七感 克里人的生理机能 抗毒 吸收能量 光速飞行 在真空中生存的能力等等 但我这一次要讲的 关于惊奇队长的故事 是漫威大事件内战2 也是部分朋友很熟悉 且存在相当大争议的一个故事 故事的开始 天神族入侵 但在所有的漫威 超级英雄的合力攻击下 曾经不可一世的敌人 几下就被打败 正义获得了彻头彻尾的胜利 就在大家欢呼 艺人族提供的情报的同时 卡罗尔问艺人族女王 美杜莎 到底是怎么知道 这一切会发生的呢 美杜莎也没有藏着掖着 带着大家介绍了一位少年 尤利西斯 一个新的艺人族 尤利西斯告诉大家 自己能够看见 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但具体的他自己也不好说 于是 钢链侠托尼建议让X战警的 秦葛雷给尤利西斯读心 可结果是 他的意识无法被读去 这个时候卡罗尔问尤利西斯 他需要他的能力 用来预测灾难发生 问他是否有意愿加入他们 但托尼却反对 认为首先 他只是一个没有见过的艺人 其次一时也没办法读取 根本无法信任 两个人发生了争执 托尼说 如果这家我告诉你 浩克与奥创搞上了 还有一个孩子 而这个孩子是希特勒的转世 那我们要在这发生之前 阻止浩克吗 随后大家不欢而散 后来过了不久 托尼得知自己的小老弟 战争机器 罗迪死了 震惊了他立马赶到 含泪看着罗迪的尸体 随后气急败坏地寻找卡罗尔 但他看到的景象 却让他一下子冷静了下来 卡罗尔坐在躺在病床上的女浩克身边 浑身是伤 托尼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是尤利西斯的预言 他看见了一个幻境 灭霸来到地球寻找宇宙立方 为了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卡罗尔带着一众人前去阻击灭霸 虽然任务成功了 灭霸被捕获 但罗迪的死 钢铁侠无法接受 他认为是卡罗尔 害死了罗迪 托尼离开后来到了一人族基地 绑架了尤利西斯 他把尤利西斯带到了一个秘密实验室 打算给他进行研究 了解他大脑的运作 经过一些简单的拷问之后 卡罗尔一行人破墙而入 双方再一次陷入争执 这时尤利西斯又一次看到了一个新的幻象 不同时 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到了 他们看到了浩克 上演了一场屠杀 英雄们全员赶到了布鲁斯班纳的实验室 卡罗尔向布鲁斯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问题是 到底是等他变成浩克 还是现在就阻止他呢 一边的野兽汉克已经黑进了布鲁斯的系统 找到他正在研究伽马射线的证据 他在给自己注射经过处理的死伽马细胞 布鲁斯愤怒了 你们大老远跑进我家 指控我犯罪 你们到底在想什么 话音未落一根剑飞了过来 杀死了布鲁斯 凶手是鹰眼 原来在不久前 布鲁斯早已见过鹰眼 并给了他一个盒子 如果自己再变成浩克 就用盒子里的东西 一劳永逸的杀死自己 最终在法庭上鹰眼背叛无罪 此时卡洛尔认为 虽然那不是一开始的计划 但这件事情确实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不过托尼就不这么想 托尼认为自己的朋友 一个英雄 一个复仇者创始成员 在自己的家门口被杀了 是卡洛尔让这一切发生的 这时托尼的人工智能终于完成了 对尤利西斯的脑部解析 简单的说就是他并没有看到未来 他只是创造了可能的未来的算法 这只是数学 是猜测 托尼把英雄们聚集在一起 解释了他的发现 但卡洛尔说 如果你被告知 那边有一个人拿着枪正准备开火 你是去检查一下 还是等他开枪后再判断 托尼问 80% 60 40 你需要多大的几率才会去行动 如果只有10%的概率是对的呢 卡洛尔回道 如果灭霸打算在我们动手前 拿到宇宙立方的概率是10% 对我来说那可不只是足够 说完就离开了 托尼的话其实是有道理的 一直准确的游利西斯 在几十次的事件都在发生之前被阻止的预言 唯独有一次 预言说一个九头蛇女高级特工 将进行一场把全世界金融机构全部都摧毁掉的阴谋 可结果发现他只是一个平民 是的 预言出错了 这时的托尼已经带着人马来找卡洛尔算账 卡洛尔有呼叫银河护卫队 决定逮捕托尼 大战打响 英雄们像对付天神族一样使出浑身解数 只不过这一次的对象是自己人 看得出大家都没有下杀手 这时黑豹擒住了钢铁侠 接着卡洛尔一记重击 就在分出胜负的时候 远在一人族基地的游利西斯 能力再一次产生异变 一条条触手洗一项英雄 又出现了新的幻象 所有人看到惊人的一幕 小蜘蛛麦尔斯 杀死了美国队长史蒂夫 全部人都停下了手 麦尔斯跪倒在地上 不敢相信刚才的景象 卡洛尔说道 孩子 我需要你做正确的事 刚才俠基马回应道 这个孩子成为复仇者的时间很短 他一直都站在对的一边全心同路 你没有资格指控他根本没有做过 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可能会做的事 他只是一个孩子 两个人争论不休 美对站了出来 他可以先回家 这是他的权利 他没有做错什么 就像布鲁斯 就像罗迪 卡洛尔与瑟 无言以对 后来回到了基地 卡洛尔独自一人回想起 罗迪与布鲁斯的死 忍不住的哭泣 他并非是一个不讲理刻薄的人 只是在失去罗迪之后 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 他没有办法对明知道将要发生的危险 置之不理 心觉奎尔这时出现在他身旁告诉他 如果你能够阻止坏事的发生 那就去做 如果你感觉到悲伤 就哭出来 更大的格局 才是你应该为之奋斗的东西 卡洛尔欣慰一笑 此时的曼尔斯出现在国会大厦 美国队长也来了 他们都想要证明 不会出现幻象那样的结果 卡洛尔从天而降 想将曼尔斯带走 不料 曼尔斯身边出现了一个圆形防护罩 他被困在里面 是托尼 托尼穿着与战争机器相似配色的 超大装甲出现 一拳打在卡洛尔身上 战斗再一次打下 这一次卡洛尔和托尼都不再留守 每一击都很致命 但卡洛尔毕竟是荆棘队长 他的能力并不是钢尔侠能够正面硬钢的 卡洛尔给了钢尔侠一记光拳 又射出一道能量光束 接连的打击让钢尔侠姐姐败退 一千块支撑不住 钢尔侠向卡洛尔发射的导弹 却被他轻松躲开 其他的英雄正在赶来 想要阻止卡洛尔 可惜太晚了 卡洛尔的最后一击 彻底粉碎了 托尼的装甲 将他打败 托尼从天上坠落 尤利西斯再一次发动了自己的能力 让在场的英雄看到了无数的未来 突然 漫威的五大神明勇皇出现 带走尤利西斯 很显然他的能力一直在进化 已经超越了人类 这场战斗过后 托尼陷入了深度昏迷 而卡洛尔似乎也认识到了什么 尤利西斯所预言的未来 到底就只是众多未来中的其中之一 而他对于未来 也有了新的想法 故事说到这里 也许会有相当多人觉得 卡洛尔是极端的 是不可理喻的 但我不这么认为 首先在这个宇宙 卡洛尔与战争机器罗迪 是一对非常恩爱的情侣 罗迪的死最伤心的应该是卡洛尔 其次 虽然卡洛尔在鹰眼的法庭上说 布鲁斯班纳的死 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但他私底下对鹰眼的做法相当愤怒 他知道有危险的事情将要发生 他只是想阻止 根本不会支持杀死自己朋友的行为 何况 浩克的死是九头蛇美队的阴谋 卡洛尔自己也无比的自责和矛盾 他拼尽全力想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对 但他并不像钢铁侠托尼那么自由 那些纸上谈兵的政府部门会指责他的行动 虽然他可以应付 但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他也怀疑过自己做的事 但罗迪走了 没有人可以听他倾诉 在很多犹利西斯的预言事件中 有些当事人其实根本就没有恶意 卡洛尔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 也强烈反对拘留 曾经崇拜自己的人不再相信自己 卡洛尔感到筋疲力尽 似乎所有的麻烦都被怪在了自己身上 他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但所有的证据却显示他干得漂亮 不过他自己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卡洛尔是一个只把自己坚强严厉的一面展现出来的人 实际上他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善良 最后让我们回到他一开始的问题 如果你有能力知道将要发生的危险 你会怎么做 你会站在哪一边 是荆棘队长还是钢铁侠 那么我是BA 我们下个影片 见